iPhone的电池又有大问题了 我手上有两台iPhone 14 Pro Max 一台是我自己的 第一梯次预购用到现在大约11个月 平常正常使用 那充电大部分时候会用快充 可是还是有让它自己去调节 那一样会用MagSafe充电 也会用无线充电 那到目前为止呢 充电循环数为310次 另一支呢是苹果妹的iPhone 14 Pro Max 是12月梯次的 用到现在将近8个月 那平常也是正常使用 也会用快充 可是时常是用到手机快没电的时候才充电 但是它不会用MagSafe 也不会用任何无线充电 那使用到目前为止呢 它的充电循环次数是201次 我自己这一支呢 它的电池健康度为91% 而它那一支电池健康度既然是 那上一拜我在我的IG做了一个调查 其实外面有非常多的新闻 就讨论这次iPhone 14 尤其是14 Pro跟Pro Max系列 它们电池健康度似乎有非常大的问题 那所以我想说开个投票也做一个询问 让大家去回答 我没有特别针对哪个机型啦 可是最多回报都是在13 14系列的使用者 除了针对大家手上的机种收集数据之外呢 也会询问他们的使用方式充电方式 还有使用的时长 然后去看这些部分对电池健康度的影响 然后还让我发现一个非常黑暗的问题 那这我们晚年再来讲一定要看到最后 好那讲到iPhone的电池呢 其实过往关于苹果 它们对于电池这个话题都有非常多的争议 不论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这个电池门事件 然后苹果至今还在赔偿他们那个时候 可能集体诉讼的这个和解的赔偿金 那如果比较年轻的观众不知道 就是苹果当年会偷偷限制 他们iPhone的性能 用这种方式来保护电池 但是让你使用iPhone的时候 你会感觉它越来越慢 那这也是为什么当初 早年一直有iPhone使用者觉得说 为什么每当有新机快要出的时候 我手上的iPhone整个处理速度 还有使用体验就会下降 那当年苹果一直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可是后来被人家测出来之后 他们才承认说 他们这样的行为是为了保护你的电池 让它不用在使用的时候 突然关机或突然当机 那导致后来他们才开启一个功能说 你可以选择用强效的模式持续使用它 或者是你要你一个降速的方式 来使用iPhone来保护你的电池 这样的行为让人家感觉起来 其实是有点引导大家 比较容易会想去换掉它手上的手机嘛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这个行为 苹果也被提起来集体诉讼 所以大家讲到iPhone还有电池这个事件 都会变得特别的敏感 那我这一年来使用我的iPhone 14 Pro Max 说真的我一开始就觉得 它的电池续航力比较不好 那相比我先前的13 Pro Max 那可能是它这个A16处理器不稳定 那也可能是这次14 Pro系 它散热做得不好 那又另外加上这是第一支 有水显萤幕的手机 所以整体来讲 综合的使用体验并不是非常好 那尤其是续航力的部分 相比前一代是下降的 那我们刚提到嘛 像是散热啊 还有处理器的这些问题 都会导致平常在一些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手机都会莫名的发热 那我们知道热对电池的健康度 通常都会有很直接的影响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开始检查我的电池健康度 剩下的是90% 另一支呢 是苹果妹的iPhone 14 Pro Max 是12月提示的 然后现在将近8个月 那平常也是正常使用 也会用快充 可是时常是用到手机 快没电的时候才充电 但是它不会用MagSafe 也不会用任何无线充电 那使用到目前为止呢 它的充电循环次数是201次 而它的电池健康度是99% 我去年使用的那一台13 Pro Max 后来就是传给我家人使用 那也是一个非常重度的使用者 平常也会玩手游啊 非常长时间使用 而且充电循环度是非常大的人 那一支13 Pro Max 目前的电池健康度是89% 那我们问了非常多的观众后 那我必须说 整体数据统合起来呢 电池健康度最差的 几乎都是14 Pro跟14 Pro Max 那我们这边讲的当然都不是全部 因为这个东西总是有一些它的良率啊 还有大家使用情况不一样的问题 也是有人目前 还是在一个非常高的电池百分比 只是如果我们在拿样数据相比 现在还在使用13系列的人 我们都可以看到 13系列尤其13 Pro系列整体来讲呢 他们的电池健康度都还是维持在 可能89%或是90%出头 这样的电池健康度 那再比回来说 两年旧的手机跟一年旧的手机 为什么他们的电池健康度 看起来大致相当 那甚至有的情况下 13系列可能还好一点 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外媒 他们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 也得到非常类似的结果 好像先前手机使用的电池 不管是它品质比较好 或是它检查电池健康度的方式不太一样 他们一样都看到非常类似的数据 就是旧型的iPhone 似乎他们电池健康度的维持 是比这一次的14系列还要好 所以大家就开始提起这个疑问 苹果是不是在这一次的 iPhone14系列上面的电池 又稍微动了什么手脚呢 还是他们可能使用电池的品质 跟先前不一样 那这当然是一个问号 就是大家的质疑我们也不知道 那很多观众问我说 怎么看它的电池健康度 跟怎么看它的充电循环数 那第一 如果你要看你电池健康度的话 你就到你的设定 然后找到你的电池的地方 然后再点进去看到这个电池健康度 还有充电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你目前的电池健康度是怎么样 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看到 你充电循环次数的话 有一地方你必须要开启 你先到这个隐私权的地方 然后滑到最下面 这边有一个分析数据的这个选项 点进去 然后这边要开启的一功能叫做 你要分享你iPhone 跟你手表的这个使用数据 开启之后可能要过个一两天之后 然后你再到这个数据data的这个地方 最上面有一个analytics 然后后面有一个它的日期 然后你就点最新的日期 然后把里面的数字copy起来 然后把它放到你的notes里面 然后去搜寻这段子 你就可以找到你现在充电的 循环次数是几次 那你了解你的电池健康度 然后再对比你的充电循环次数 你就可能对于你使用的情况 还有你现在手上 目前这个iPhone里面的电池 到底品质的好坏 可能就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 那另外一个讲到这个充电循环次数 我们刚看到我的是310次 然后目前剩下的健康度是91% 那以苹果他们自己的官方 所说出来的标准 应该是在充电循环到达500次的时候 你的电池健康度还是在80%以上 这样就算是正常 那这样听起来它的标准 好像是有点偏低 那另外我们也要讲到 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欧盟 他们在2027年会针对很多电池产品 都要更改他们的设计 都变成要让消费者非常轻易的 可以自己换电池 那里面有其中一个单数也有观众提到 就是说只要你的电池在1000次的循环次数之后 你的健康度还可以在80%以上 就可以不受这个规范所限制 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要去了解 就是说你充了1000次循环的次数之后 你的健康度还要在80%以上 那以目前过往的iPhone看起来的话 基本上500次可能都很难去达到 而且它这个标准是说 他们所检视的所有的机型 都要符合这个标准 还是说多少百分比的良率 是他们这个规定可以接受的范围 那我觉得即使苹果真的要走这条路的话 他们选择也变成说 你用品质更好的电池 你把你机体散热做得更好 让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那不然你就是改你iPhone的事情 让它变成可以更换电池的模式 所以两个走向思路都会提高他们的成本 这就看他们后来怎么去选择 那在很多观众会问 到底什么使用的方式 可以让你电池健康度 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情况下 那一般像我们先前所了解电池 或是做电池的人 他们跟我们的讲法就是说 你电池使用的情况 尽量不要让它降低超过20% 那你充电尽量抽到80% 90%之间就停止 不要充满 那或者是你平常使用的时候 不要让它温度有太急距的变化 或者你不要边充边用 那另外当然就是无线充电 那无线充电 当然不是说用无线充电就一定会伤电池 可是你要确保说你使用无线充电的情况下 因为本身发的可能就稍微比较严重的话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套用到 你用有线充电快充的时候 就是你要注意它的温度 跟注意你手机使用的百分比的电池 只是充到什么程度 那以刚刚的情况看起来 比如说我跟苹果妹的差别 那当然是我可能边充边用的情况稍微多一点 我电子环度跟我手机使用的时间也稍微比它长 但是它充电的情况下 几乎都是用到手机剩下10%以下之后才开始充电 所以除了使用时间的差距之外 我跟它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有没有用无线充电 有没有用MagSafe 那我都有 那它都没有 但同时我们也有几个观众分享 它只用MagSafe充电 那充了也是用到现在 将近8个月到11个月的这个时间 那它的电池健康度还是在95%以上 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要看你使用的情境 那但另外一个我没有办法去了解 就是说它们电池到底使用的品质差距是多少 是不是像我就是满刀机王嘛 这次我的iPhone 14 Pro Max 比较有问题比较容易当机 然后比较容易发热 电池也比较容易出问题 那可能它拿到的机型就刚好没有 那这个也是有可能 那刚刚有提到嘛 讲到苹果跟电池就其实满敏感 那我有时候发现到一个满暗黑的现象 就是我们在询问观众这些电池健康度的时候 我得到一个讯息 我一开始以为只有我这样想而已 可是我发现很多观众都抱持一样的想法 就是他们都会觉得 当我电池健康度下降到一个程度 可能是80几70几的时候 我就宁可去换掉这只手机 就是很麻烦 因为他们认为还要去苹果商店 去预约时间去换电池 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那像我的建议 我会建议大家都去直营店换的话 那也要看你住的地方 那台湾目前就是只有台北有两家直营店 所以其实也不是很方便 那同时如果在电池这种事情 你又有点执着说你一定要是用原厂 觉得比较安全的话 那你也只能去直营店换 所以它整体的这个流程 并不是非常的方便让你去做更换 那这一点其实就完全的验证 我们上次讲到欧盟这个法规要通过的时候 里面其实提到一个重点 除了要更改这个电池 做成很轻易更换的设计之外 它的标准是说任何人 没有经验的人 没有碰过工具的人 都可以照着指示 轻易的去更换这个电池 那上述的现象分析起来就代表说 如果今天电池是非常容易更换的话 那像大家这种一两年 甚至两三年就换手机的人的意愿 一定会降低非常多 到最后损失的会是谁 应该不会是我们消费者吧 好像是厂商 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就非常明显 OK 那既然讲到电池 我最后也想问大家啦 先前第一次电池门的时候 苹果在你电池交通度不好的时候 就降低你手机的表现 可是又没有跟你讲 让你就觉得你的手机越来越慢 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有点要引导你换新机 然后第二个我们就想像他所讲的 这个换第一方的电池的流程 并没有那么简单 而且一般人要自己更换 其实是非常的困难 而且还会影响到保固 那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也有点迫使大家 因为电池健康度稍微下降 就想要直接换新机 而不是换电池 那我想问看你们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反正没有正确答案 大家觉得怎么想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OK 好那今天点评就先到这边 我是苹果爹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